西艳迪 1995年出生于安徽省 是中国新一代内地女演员及女歌手 她因为参演了爱情喜剧片《学长》 从而正式进入演艺圈 而且她还曾参加由腾讯视频主办的 女团青春成长节目创造101 虽然最后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成功入围 但是她的长相和实力 也是得到了大众的一致支持和认可 近期她就现身某班奖典礼上 获得了奖项 长相甜美又有气质的西艳迪 身穿一袭白色的连衣裙 真是好不眉艳和华丽 搭配甜笑 真的视心都被她笑话了 到底是什么造型 一起来看看嘛 西艳迪因为从小联系芭蕾舞蹈 因此气质十分的娇好 她砸着一头干面的黑长发造型 搭配红唇款式得气质妆容 身穿一袭设计简洁打发 的白色披肩背裙 是她举手投足 尖都流露出成熟的女人 用一字尖的性感才行设计 精巧的锁骨和圆润 小香肩很引人注目 同时搭配一双裸色款的气质高跟系 依自带的设计 可以展现灵巧的脚踝线条 显得双腿很是细腻 搭配具有版和款式的设计裙版 白衣红唇一笑 颠倒众生 一起看看齐燕迪的气质造型吧 齐燕迪上图的造型 全身都是红色系列的 红色格纹款式的中袖衬衫 给人一种温雅的复古气质感 同样的红色碎光 以及下装的条纹裤子 也是经典又复古的元素 整体造型搭配转发的款式 尽显经典复古风赏 齐燕迪身穿一件裹身款式的晚礼裙 依自领款式在女星的晚装造型中 一直都很火 因为它们可以展现女性的性感部位 锁骨之间部 而且让肩颈线条看起来更优雅 齐燕迪有那么多不同的风格造型 其中有你们喜欢的吗 来源 网组综合